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在世界花园大会的室内展的现场 这个区域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布置的一个 关于月季主题的阳台花园的这样一个小展位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几款 就是说适合我们小空间种植的月季品种 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说 我们除了这种类似于特别崇拜的月季之外 我们还给大家推荐一些稍微单半或者半崇拜的月季 像这种月季实际上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的话 我们可能并不是觉得特别好看或者说特别漂亮 但实际上有这样一个系列的月季还是蛮好的 就是有一个叫做巴比伦眼睛系列的特点 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中间花心的地方的颜色特别深 就类似于像一个眼睛一样的特别的夺目 另外它的花瓣因为是相对来说是花瓣的次量比较少 所以它的花样特别大 然后是特别的紧凑 这个品种叫日落巴比伦眼睛 它的颜色属于这种类似于这种黄色的 特别像日落的感觉 特别的温暖 像这些品种实际上因为植树非常紧凑 所以它非常适合在小空间进行养护 像巴比伦眼睛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夏季高温 所以稍微要怕热一点 所以它更适合相当于北方这种稍微冷凉的气候种植 南方的朋友的话记得夏天的时候稍微遮遮阴就没有问题 今天给大家推荐了这几款月季 就是说回去的时候都可以适当的去尝试一下 另外的话你如果只要是开放式的空间稍微足够大的话 实际上可以选一些冠服稍微大一点的品种 类似于城市租租大概在一米以内的 或者是一米二左右的实际上都是可以的 都没有问题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些的品种 还有一些阳台的一些小分享 谢谢大家